亲历教派江湖 很久很久以前 随着乘客一阵惊久不息的掌声 比人的首次飞行体验 在德国某国际机场 从生死之别的高空杂技 到脚踏实地的落地生根 终于开启了一段 由中国教会派遣 由德国教会携伴的 信仰考察留学之旅 留学于陌生国度 就得入乡随俗 而首当其冲的 就是学习当地人的语言 其实 难度不仅仅是一款陌生的语言 而且是众多的方言 德国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民族 仅有六千万人口的小小西德 居然其方言群组 较大的就达十六个之多 外国人 无论官方德语如何高强 都不足以应对 如此庞大的方言体系 听说中国留学生学德语 最高明的绝招 就是接近当地的 激进的宗教组织 这些传教人士 有着比心理医生 更加强大的耐心 绝对达到宣教不到 教授德语两不误 而且保证 男留学生配美女宣导员 女留学生配帅哥宣导员 天下居然还有这等美事 如此看来 选择留学德国 是天下最明智的选择 没有之一 起初 比人把这些传言 全且当作笑话来听 毕竟自己不是三岁的秀真小人 怎么可能会幼稚到偏听偏信 信以为真的地步呢 不知是不是上帝的安排 每出一个星期 就有三个大妞登门拜访 门铃想过 比人下楼一看 才知道 来人是三位摩门教的步道天使 一位地道的德国当地妞 两位原生的美国犹他州 沿湖城不远万里 飘洋过海的洋妞 蹊跷的是 他们明明知道 比人这里是正统教会的学生宿舍 来这里宣教 岂不是投错了庙门 看来他们三人中为首的 是其中的一位美国大妞 乍看一眼还挺美 仔细端详更惊艳 于是 素来以爱花使者自居的比人 不忍在看 生怕人家怀疑比人是好色之徒 那么 花魁的步道请求 也就无从拒绝 毕竟 拒绝就是失礼 失礼就意味着令对方大失所望 而失望 就会让花容月貌迅疾变成残花败流 于是 比人终于找到了幸会美妞 还能自圆其说的借口 哪怕是自欺欺人于是 大大方方的邀请三位使者进宿舍 分宾主落座 之后的时间 就只能让眼睛放假 让耳朵上岗 那位原装的美国大妞 说着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 口齿清晰 堪比播音员 语调甜蜜 盛似广播员 于是 一厢过于清静的宿舍 传出了两个声音 一个是大美妞的宣导 一个是比人的心跳 相信在座各位 不会有人看不到 听不见 但听归听 其实比人什么也没记住 只是记住了最后阶段说过的 下次会面的预约 其实 听不听无所谓 毕竟比人是研究圣经与教会的达人 摩门教 早已耳熟能详 摩门教又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是十九世纪初 在美国成立的 一个基督教新教教派 创始人是约瑟夫·史密斯 他于1830年 在纽约州成立了这个教会 摩门教因其独特的信仰体系 教义和生活方式而文明 且在全球拥有众多信徒 当年的约瑟夫·史密斯声称 他在十四岁时 经历了第一次神圣体验 见到了天父和耶稣基督 得到了关于所有教会的教义 都偏离了真理的启示 1823年 史密斯称 受天使摩罗乃的启示 找到了金叶片及摩尔门经的记录 这部经文 是摩门教的核心经典之一 史密斯把金叶片的内容 翻译成了英文 于1830年出版 摩门教的教义体系 包括摩尔门经 新旧约圣经 教义和圣约 以及无价珍珠 这些经典 共同构成了摩门教的宗教信仰基础 一 摩尔门经 摩门教认为 这是一部与圣经平行的神圣记录 讲述了古代美洲大陆上 一群以色列人的历史和宗教信仰 二 教义和圣约 包含了约瑟夫史密斯及其继任者们 收到的现代启示 主要用于指导教会的组织和管理 三 无价珍珠 收录了一些重要的摩门教文献 包括创世纪的崇艺 和史密斯的个人信仰宣言等 摩门教信徒 遵循一系列严格的生活规范和宗教实践 包括 一 禁戒 杜绝任何使人上瘾的饮料 所以 戒烟 戒酒 戒茶 戒咖啡 戒可乐 称为戒律 二 家庭和婚姻 尽管在十九世纪 曾实践过一段时间的一夫多妻子 但现在已被废止 三 奉献和慈善 鼓励定期奉献收入的百分之十 作为教会的十一奉献 并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和社区服务 四 圣殿仪式 摩门教的圣殿 是进行一些特殊宗教仪式的地方 如婚姻封印和洗礼 摩门教自成立以来迅速扩展 现已在全球拥有超过一千六百万名成员 教会总部位于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 该地也是摩门教徒的重要聚集地 摩门教在教育 慈善和文化领域都有广泛的作为 如创办了杨百汉大学等著名学府 摩门教作为一个独特 且有着深厚信仰体系的宗教团体 凭借其教义和严谨的生活方式 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了大量信徒 尽管曾经面对许多争议 摩门教依然通过其不断的传教和服务工作 在现代社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无论是在信仰还是在实际生活中 摩门教徒都展示了他们对宗教和家庭的深刻承诺 摩门教在德国的影响 据文献显示 德国是一个多元宗教的国家 基督教各教派占主导地位 摩门教的影响相对较小 但仍有一定的存在感 摩门教徒在德国设有教会和传教机构 积极开展国际传教活动 虽然信众数量相对较少 但他们在当地社会服务 教育和文化事业方面 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考虑到利用人家宣教的机会 只是用来学习德语 行为相当卑鄙无耻 所以比人没有按时赴约 也就中断了这场 本不该发生的昙花一现的故事 后来有一次 一位中国校友邀请大家去参加一个社区聚会 说是聚会之后 有丰盛的免费烧烤午餐款待 于是大家怀着好奇的心理都去了 到会才知道 那是当地一个教 耶和华见证人的教派部落 组织的一次大型宣教活动 宣教活动 首先从教堂祈祷开始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用方言祷告 确实听不懂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 祈祷之后 大家来到教堂外的大院停车场 几个大型烧烤炉已经就位 并且已经开始点火烤制 还有人从小货车上卸下各种冰镇饮料 沿围墙摆放着很多折叠桌椅 大家随便即兴入座 当然中国人聚集在了一起 有一位摩门教年轻的贵妇笑眯眯的走了过来 招呼大家去取餐 后来就索性留在了中国人群 理人想这就要开始宣道了吗 说不定会找谁发言谈谈信仰的认知问题 没想到贵妇还挺善解人意 根本没谈及宗教 而是随便聊起德国的文化历史 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 对此忌讳他们德国人 不但毫不避讳反而比谁都恨纳粹 人们都说耶和华见证人很阔气 看这位淑女的珠光宝器雍容华贵 就一定是一位老板或老板娘 其实我们中国人听她讲人文 还不如谈生一惊 毕竟当时是中国全民经商的时代 学点商业经营 即使自己用不着 也可以拿来在别人面前忽悠 炫耀夸夸其谈呢 德国也许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平时遇到的女性 大都相貌平平 可是一旦有什么活动 美女就都出动了 如果哪位国人西游记看多了 很可能会认为 那些活动上出现的美女 不是仙女就是妖怪 反正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 这种猜测并非毫无根据 当收到烧烤那沁人肺腑的香气时 更加确信 这种料理 只有天庭才有香气悠扬回荡 令人回味无穷 比人严重相信 耶和华见证人 其实都是些开餐馆的 否则就不会制作出 这么令人终生难忘的烧烤午餐 耶和华见证人 是一个基督教复兴运动 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 这个宗教团体 以其对圣经的独特解释 和严格的信仰实践而闻名 耶和华见证人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870年 由查尔斯太兹罗素创立 罗素对传统基督教教义 进行了一系列重新解释 特别是对基督再临的时间和方式 1909年 罗素搬到了纽约布鲁克林 成立了守望台圣经和书刊协会 这里成为了该组织的总部 耶和华见证人有许多 与主流基督教不同的教义和信仰 包括上帝 他们相信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 但却拒绝三位一体的教义 耶稣基督 他们认为耶稣是上帝最初创造的灵体 不是全能的神 而是上帝之子 圣经 他们认为圣经是上帝启示的唯一权威 并且严格按照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来生活 末世论 耶和华见证人相信 人们现在生活在末世 及耶稣基督自1914年起 无形地统治天国的时代 最终的审判和上帝的亡国 将在地球上实现 拒绝世俗行为 他们拒绝参与政治 军队 庆祝国家和宗教节日等世俗活动 认为这些行为与他们的信仰不符 耶和华见证人 有一个严格的组织结构 由现在位于纽约州 沃尔基尔的总部 监管全球事务 各地的会众 由长老和执事管理 负责传教 教育和组织活动 耶和华见证人 以其积极的传教活动著称 他们通常会挨家挨户地 分发守望台和警醒 杂志 解释他们的信仰和圣经观点 王国聚会所 这是他们的礼拜场所 每周有几次聚会 包括公共讲道和圣经研究 大型集会 他们定期举办地区性 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大型集会 称为大会 这些集会 通常会吸引成千上万的信徒参加 耶和华见证人 严格遵守他们的信仰准则 这包括拒绝输血 避免与被开除会众成员接触 强调道德清洁等 由于其独特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耶和华见证人 常常受到公众的非议 他们在一些国家 面临法律挑战和社会歧视 但他们也以坚韧的信仰 和全球性的传教 努力赢得尊重 耶和华见证人 过去曾经称为圣经研究者 于1897年首次在德国传播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一信仰在德国逐渐发展 建立了多处会所 在纳粹统治时期 耶和华见证人 成为了一个主要受到迫害的群体之一 因为他们拒绝效忠希特勒 不参加军事服务和纳粹活动 许多耶和华见证人被逮捕 监禁甚至送往集中营 在集中营中 耶和华见证人 因其坚定的信仰而闻名 他们通常会佩戴紫色三角形 以示区别 二战结束后 耶和华见证人 迅速恢复了他们在德国的活动 冷战时期 德国分裂为东德和西德 耶和华见证人 在两个国家中的经历也有所不同 在西德 他们的活动逐渐恢复了正常 并获得了法律地位 而在东德 他们的活动则受到严厉的限制 许多人继续秘密进行宗教活动 耶和华见证人 于2006年在德国 获得了公法社团的地位 这意味着他们在法律上 享有与其他主要宗教团体 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这一地位的获得 标志着耶和华见证人 在德国的合法性 和社会认可度的提升 目前德国拥有大量的耶和华见证人会中 分布在全国各地 他们定期在王国聚会所举行礼拜 圣经研究和传教活动 此外 他们还积极参与区域性 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大型集会 耶和华见证人 在德国的教义和实践 与全球一致 他们重视对圣经的研究 强调道德和生活的纯洁 并拒绝参与政治和军事活动 他们的核心活动包括 传教活动 耶和华见证人 以挨家挨户的传教活动所著称 他们分发宗教刊物 并与人们讨论圣经 教育与聚会 他们定期在王国聚会所 举行圣经研究和公共讲道 教育会众成员并强化信仰 尽管耶和华见证人 在德国享有法律地位 但他们仍然面临一些社会上的误解和歧视 一些人对他们严格的信仰实践 和独特的生活方式感到不可理解 尽管面临挑战 耶和华见证人 在德国的会众数量在持续增长 他们的传教活动依然活跃 每年都有新的信徒加入他们的行列 值得一提的是 比人移民加拿大后 住房的邻居就有一家 耶和华见证人家庭 不管比人愿意与否 他们都经常把一些中文宗教刊物 塞进比人的乌门门把手里 言归正传 谈到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 那时的中国留学生 个个都能滔滔不绝 侃侃而谈 讲述一伙车的故事 所以 比人严重相信 中国留学生当中 必有人入教 只是口头上不肯承认而已 试想 如果一直没有中国人入教 那么德国的宣教人员 也就不会持续热衷于 专门在中国人身上 下大功夫了 由于当年德国留学期间 比人在计算机工程辅助设计 CAD方面 能完赚几个品牌 还因此参与了德国 被指认 制作某工程经典点击编创的 三维插图绘制 而后 比人在CAD编程方面 小有造诣 所以 也结交了许多 学术界志同道合的难兄难弟 难姐难妹 有些至今仍然一直交往 其中一位校友小师妹 显然已经加入了国产的全能神教 于是 一向以江湖君子自诩的比人 也就自然而然的被召唤了 细节没有什么可出彩的地方 那么就来直接看看全能神教 到底是何方神圣吧 全能神教 以前被称为东方闪遍教 是一个起源于中国的宗教团体 全能神教 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 该教派声称 其创始人是1973年出生于中国的赵维山 他在20世纪80年代加入了呼喊派 一个基督教新教运动的分支 在1991年 赵维山创立了全能神教 并开始传播其信仰 全能神教的核心教义之一 是相信耶稣基督已经第二次降临 并以一名中国女性的身份出现 被称为全能神或实际神 该教派认为这位女性是神的化身 来完成上帝在末世的工作 全能神教 强调神的三阶段工作 即耶和华时代 恩典时代和国度时代 认为目前的国度时代 是神通过这位女性在中国开展的 全能神教以其激进的传教方法而闻名 他们通过分发书籍 小册子 以及使用现代技术 如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传播教义 该教派的传教活动 不仅在中国国内进行 也扩展到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全能神教有自己的宗教文本 其中包括画在肉身显现 该书被认为是全能神的直接启示 教派成员高度重视这些文本 并认为其内容比圣经更为重要 因为他们是神在现代的最新启示 全能神教在中国被政府视为邪教 受到严厉的打压 自成立以来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包括逮捕 监禁和驱逐该教派成员 2014年 山东省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案件 一名全能神教成员 在麦当劳餐厅内暴力杀害了一名 拒绝加入该教派的女性 这起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公众 对该教派的负面看法 并促使政府加强打击力度 尽管在中国受到迫害 全能神教依然在国际上 获得了一定的支持和关注 一些成员逃离中国 前往海外避难 并在世界各地 继续传播他们的信仰 该教派在欧美 韩国 日本等地都有一定数量的追随者 全能神教在一些地方 引发了家庭和社区的紧张关系 许多教派成员 因为信仰而与家庭 朋友和社会隔离 一些批评者认为 该教派通过洗脑和精神控制 来操控成员 破坏家庭和谐 一些国际人权组织 关注全能神教成员 在中国的遭遇 呼吁中国政府 尊重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 然而 因为全能神教的激进行为 和争议性教义 许多国家在处理 与该教派相关的难民申请时 也面临困惑 全能神教是一个复杂 且有争议的宗教团体 其激进的传教方式和独特的教义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在中国 政府对其采取了严厉打压措施 而在国际上 该教派也在积极寻求 扩展其影响力 了解全能神教的故事 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当代宗教运动 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与挑战 总之 无论是摩门教 耶和华见证人 还是全能神教 都是基督信仰的一部分 其积极的宣教活动 也是在给正统大教派培养 输送人丁 因为许多人 是通过他们才认识上帝的 之后当这些人 认识到了同一位神明之下 还有不同教派之别以后 就毅然选择了正统教会 即基督宗教三大教派 这正是 有心灾花花不开 无心插流柳成音